瓊斯杯中華白隊第一場比賽對決紐西蘭 對面有位球員非常眼熟 欸 他不是上個球技效力經久的洋將Brand Davis嗎 魔鬼大廚SBO球技結束後 持續在世界各地討生活 這是跟著代表紐西蘭出戰瓊斯杯的威林頓聖徒隊 重返寶島 BD熱愛台灣 而中華白陣中有四位他在禁酒的前隊友 特別是碰碰陳冠權和他感情最好 賽前打打嘴炮是免不了的 就是可能 他叫我不要臭嘴他 那你有跟他嗆聲嗎 沒有欸 他看到我嗆我 台灣的髒話 他們知道我是大兄弟 他們知道我是大兄弟 垃圾話說得越多代表感情越好 但上了球場親兄弟也得明算帳 上個球技經久主帥吳俊雄 坐鎮白隊教練團 當然要把封鎖這位SBO上季得分抄截雙冠王的小撇步 告訴白隊球員把傷害撿到最低 就賽前分析我們還是會把BD一些比較習慣性的動作 或是BCE比較不擅長的 然後都跟球員先告知嘛 畢竟我們為了還是最後的勝利 中華白陣中集結台灣最具天賦的新生代球員 今年瓊斯杯不管是和熟悉的SBO前洋將正面交鋒 還是遭遇前所未見的頂尖強敵 都是這群年輕好手吸收養分 累積經驗的大好機會 瓦爾特區問綜合報導